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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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普通办公楼 层高比较低,而且比较压抑 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来到这里 因为这个原来是一个摄影棚 空间也比较开阔 这个空间我们大约花了50天的时间 250平方 大约花费25万左右 因为本身是办公空间 我们还是以浅测为主 但是在空间里面 我们还是运用了一些颜色 我们不希望是一些比较具象的颜色 包括红色、蓝色、绿色 这些传统遗产的颜色 我们希望在这些颜色里面 找到一些情绪 然后我们用了一些 说实话就是很难界定的颜色 是一些灰色调里面 包括灰蓝色、包括灰红色 它之间的撞色 会让人产生一种生活的气氛吧 所以我们还是喜欢在空间里面加入一些平面元素 比如说我们拿一些喜欢的画印在墙上 因为我们设计公司 尺度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把很多尺寸印在墙面上 像同事走来走去的时候 会看到这些数字 多少一个尺度感也在心里面也就形成了 设计永远是一个衣室化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空间里面 你可以看到前面挂了很多工具 包括一些可能我们喜欢的一些小玩意儿 我们希望同时还是能从电脑屏幕前面脱离 能直接用自己的手去做一些东西 这样才能感觉材料 感觉图形 感觉尺度 我们这个会示实际上也是蛮偶然的一个结果 它是又高又瘦的一个空间 原始层高有接近4米左右 一个比较高比较瘦的空间 显然在空间设计里面不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 然后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用了一个三角坡点的一个手法 去重新造这个空间 然后它本身比较深 然后我们在空间的端头的时候做了一道光 这道光也模糊了整个空间的界限 我们有两个独立的办公区 然后里边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生活化的元素 包括也有很多百件 很多百件也是我可能四处逃来了 在我们理解里边简单就是力量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瓶子上 墙面上装饰 就是我们都运用一些包括三角形 圆形、方形 这些图形在我们设计里边 就是很单纯地运用的时候 它产生的力量更大 我们有两只猫 一只叫阿瑞一只叫阿琪 合起来就是我们公司的名字 整个空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也是希望同时能有一些参与感 能有一些幸福感 因为设计公司是很辛苦的 每天加密到十一二点 我们希望的一个空间 还是一个能传达某种幸福感 某种温馨的一个场所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